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部分 就是說在桃園有一個爸爸 他兒子結婚了以後 他就把這個房子 在代書的建議底下 用逐年贈語的方式 現在逐年贈語的方式就是說 我每年過一點辭分給他 過一點辭分給小孩 那麼在免稅額 現在是每年有244萬的免稅額的範圍內 就過給他 然後過給這個小孩了以後 就變成還跟小孩住在一起 跟小孩住在一起 後來這個小孩結婚了以後 他也娶太太了 那爸爸也跟他還住在一起 結果住久了以後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水到日後更好也會燒熱 更何況是人 所以後來就吵架 吵架了以後 因為這房子已經登記在兒子乙的名下 所以乙就 後來就吵架就把爸爸趕走了 給他掛出去 把爸爸掛出去之後 爸爸就很生氣 就想說 這房子本來是我的 你從頭可以給我趕出去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爸爸就來告訴你 這是借名登記 借名登記 借名登記 各位 這種情況是非常多的 但是法院就會不認同這個事情 因為你是逐年贈予給他 怎麼會是借名呢 他認定說這個房子是乙的 是兒子的 你已經送給他了 所以兒子拿到所有權 拿到所有權你贈給他 這個情形的時候 爸爸非常的生氣 他抓狂了 所以有一天 太年兒子沒在的時候 他們不在的時候 就請怪手把這間家打倒 就把那個房子給毀損掉了 那毀損掉了以後 這個兒子就告這個爸爸說 他是毀損房屋罪 那這個罪是六個月以上 五年以下的罪 那法官判他罪輕的 但是至少也是六個月 六個月乘以三十天 一天一千塊 就被罰了十八萬 去我們破罪罰十八萬 另外民事的部分 還要損害賠償他 還要賠償這個小孩 那這個爸爸當然已經沒有錢了 所以他就與死亡破了 反正跟他這樣 那各位這種案件非常的多 我們在另外一個案子也是這樣子 那個爸爸當初的時候 就用小孩子的名字買土地 買土地以後後來又在這個土地上 蓋了一間房子透天的 各位這加起來大概五六千萬 那蓋了這個透天的也是用孩子的名字登記 那這個爸爸就都跟孩子住在一起 那孩子送去美國讀書了 美國讀書了以後回到台灣 他就不想上班 那因為花爸爸的錢已經花習慣了 所以他不想上班賺錢 那常常還找這時候公關小姐 媽都回來家裡玩 結果爸爸七十歲了 找了一個阿姨 五十幾歲跟他在一起 結果這個兒子一生氣 就把阿姨跟爸爸一起趕走了 所以爸爸就告他說 這是借名登記 這個房子是我當初借你的名字用的 結果要告他這個借名登記還還 結果法院認為說你這個不是啦 你當初就買他的名字 也蓋他的名字 那麼當初找那個代書來來問 他說沒有啦 當初我跟他建立的就是要省這個遺產稅 所以就是直接當初就登記他的名字 那各位這種案件好多 在法院判的話 法官都認為說這是省遺產稅用的 所以不是借名登記 就判了這個爸爸輸掉了 所以這個情形啊 各位我們有時候財產給了小孩 結果被人家趕走 這真的是情何以堪啊 所以在這種情形底下呢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處理這樣的事情 這個地方其實非常的簡單 有幾個動作做好了以後就可以了 各位就以桃園這件事情來說 第一你可以怎麼做 當初如果你贈語給他的時候 我們就說正語負有負擔 你就在正語契約裡面寫負有一個負擔 這我們很多代書就不會 你就寫了說我送給你這個房子 沒有錯送給你 但是負有負擔什麼負擔 你一定要讓他住到台出去 住到台出去 不能把他趕出去 如果你把他趕出去 當然就是你不履行負擔 那我把他撤銷負擔的時候把他要回來 那這種情形的話 你還可以把房子要回來 這是一種正語負有負擔的狀況 那各位第二著呢 你除了正語負有負擔以外 要善用這個信託 也就是說我把房子贈給你 但是我為了保護我要自己可以住 甚至於說你如果將來不扶養我的時候 我還可以把這個房子給賣掉 所以各位這裡面雖然登記為兒子的名字 但是辦了一個自益信託 各位這個自益信託也不用繳土地增值稅 也不用繳贈餘稅 那就變成說房子贈餘給你小孩 但是我本身還是可以管理 還是可以處分把它賣掉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雖然名字是你的 但是是過戶過來 只是過戶的原因是信託 這樣子的話 這個掌控的管理權 使用權 處分權 還是在我家的名下 只是說有一天我如果把它賣掉的時候 這個利益要歸屬於乙而已 所以要透過信託來加以保障自己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麼你如果把它信託起來的時候 這孩子要趕你出去 那這個房子你就把它賣掉 雙方這個時候錢還是拿在你手上 你有什麼好可怕的 大家要談再談 說你沒有旅行負擔 我撤銷贈餘 所以這錢還是歸我 這樣子才能夠控制這樣的部分 我們用小孩的名字買地 或是把後來贈餘給小孩 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像剛剛那一件 用小孩子的名字來買地 蓋房子 你又蓋好了或你把它信託回來 你自己在做管理 那你跟他約定 這個房子雖然登記你的名下 但是將來還是我管理 等到我死亡之後 這個信託關係消滅 你才能夠拿回去用 那其他的使用收益 都還在我名下 你甚至以房子出租 我居住都可以用 所以這個透過信託契約 來加以控制這樣的事情 那所以這種情形 我們必須要能夠了解這樣的情況 那各位像最近很夯的這種情形 台中不管是這個阿公 或是他是他是否親生的爸爸 那已經不重要了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能夠有能力 贈以五億 公告限制五億的財產給小孩 但是我們卻沒有辦法保護他 這種情形 剛剛是我們有能力贈給小孩 我們沒有辦法保護自己 那這個台中最近這個案子 就是他贈予給這個18歲的小孩 你看那個代書給他說 你分年分期贈予 你分年在以前220萬的狀況 你每年都過一點過一點 用土地公告限制這樣子 這個策略是錯的 在目前因為有房地合一稅 這個策略是錯的 這個是代書的勞梗 這樣是不可以的 分年分次贈予 房子給小孩 土地給小孩 這是一個錯誤的稅務規劃 這以後我有機會再講 那麼贈予給這個小孩 結果這個小孩五億的小孩他才18歲 結果不到兩小時 跟人家所謂結婚不到兩小時之後 一條命就不見了 各位 你到底財產是給他還是害他 你有能力給 卻沒有能力保護他 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以後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在做父母親的 要有能力給小孩 有能力保護你自己 也要有能力保護我們的小孩 像這一件的話 有能力給小孩他應該怎麼做 他信託回來給你自己父母管理 我贈予給你的 但是我把他信託回來 給我爸爸或是阿公繼續管理 那我阿公可以把他出租啊 我也可以把他出租 對不對 那麼這個名下 權壯的名下也不會在這個小孩的名下 你如果這個代書給你辦說 贈予給小孩 然後你自己有一個概念說 我要信託回來給我自己 然後我可以出租 我將來這個土地 我也可以設定抵押或是拿去賣 這個當爸爸或阿公的人 他就可以這麼做 他繼續幫小孩管理啊 所以各位 那我們如果說自己也老了 可能沒多久 我可能比這個孫子 或是自己的兒子找走 那你也可以把他信託給銀行啊 那你信託給銀行 也不過是千分之二 或千分之五的管理會 那你如果千分之五的話 每年是25萬5億 但是你不要想說我這個每年要給銀行25億很虧 因為你把五億的土地拿去設停車場或出租 每年都有好幾百萬的 百萬以上的租金收入可以進來啊 那你這個百萬以上的租金 那你這個百萬以上的租金每年放在銀行這裡 讓銀行可以幫你管幫你出租 你給他銀行一點點費用 這個東西的話可以保護你 不會讓歹徒有寄予之地啊 那各位 甚至於我們有遺產 也是信託啊 就像我們香港這個藝人沈殿霞他的這個女兒 他死掉了 那麼他的財產他信託給銀行 在這個女兒30歲或35歲 他已經慢慢經過 他也不用怕他在這個生長的過程中 沒有人可以支援他 但是也沒有過多的財產來害死他嘛 所以他35歲了 他自己也有可以在社會上努力獨立的 這個時候你才由銀行把這個錢的管理權移交給他 你也可以說一半的財產給他管 另外一半的話繼續放在銀行裡面 讓銀行幫你管 這種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財產有能力給小孩 你要有能力保護你自己 有能力給小孩 你也要有能力保護小孩 這樣的一個部分 都要透過信託的一個部分來處理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看到了社會上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 但是我們有好的工具 我們竟然沒有辦法去運用 這個說起來是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各位以後在這個財產的管理 要給小孩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必須要了解 利用給他了以後 利用信託的制度 把他移轉回來給我們自己 或是給我們自己的家人 但是你不用擔心說 如果說我信託回來給我自己的家人等等 他會不會被吞掉 各位這個人也不用害怕 因為我們在信託契約裡面就跟他寫說 你這個信託契約 你只能做出租 管理出租使用 你不可以拿去借錢 設定抵押 你也不可以把我賣掉 你也不可以把我賣掉 各位這個是什麼呢 我再講清楚一點 像說這個媽媽她死掉以後 希望她這個店面繼續租給Seven 然後這個小孩 因為她有亞森伯格症 所以就是50歲的都還沒有辦法上班 那我們就把她規劃說 我們在遺族裡面就規劃說 如果死掉了以後 這一間店面就信託要給姨的 然後就信託給銀行 請銀行幫她繼續出租 出租到這個小孩子死掉以後 這個銀行在死掉之前 這個銀行每個月都是把租金的收益 給這個小孩子享用 那麼但是這個小孩子 他必須 銀行必須幫她做出租的部分 那這個銀行不可以把她拿去賣掉等等 那這個可以在信託契約裡面就加以約定 那我們再設一個信託的監察人 就假是有這個受益人 或是她的小孩是她的受益人 那麼我們可以選任一個信託的監察人 就沒有經過監察人的同意 你不可以做什麼什麼事情 那各位透過這一個受託人 透過這個信託的監察人 這個財產不會因為登記在別人名下而被拿走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制度 在我們社會上有關於贈予給小孩 或是借名登記在小孩 將來告不贏被趕走的這種狀況 就可以獲得比較妥善的解決 我們要善用這種工具來保護我們的財產 保護我們的小孩 以上 順便 本 celery 呢 很冷 有點冷 好 vas armp 應該 咳